幸福出租车 通过自杀聚会认识后相互倾听对方的遗愿清单 逐渐找回生活希望的故事 剧中海军是一名普通的计程车司机 一直非常平淡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也非常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爱情 有一天海军突然发现自己后座的客人 竟然是学生时代的梦中情人东一 他居然为了生活去陪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在海军将东尼送回去的时候 东尼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在一天晚上 东尼带着自己的好友林林和金善 跟海军一起聚会 于是三人重新翻开了人生的另一面 海军非常的聪明 拿着董事长曾经与东尼发生关系这事 威胁董事长 让董事长把自己的信用卡交出来 海军变态的东尼三人到处玩乐 海军惊讶地发现 曾经学生时代暗恋的女神东尼 金善英是竟然成为了自己的乘客 他和公司的董事长之间有着一段不伦之恋 之后 东尼又介绍了好友林林 韩素英是给海军 三人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 乐不思蜀的快乐生活 林林的前男友婚礼在即 海军决定在婚礼上 大搞破坏替林林报仇 结果一行人都进了警局 金善无人会 是一直默默喜欢着海军 并最终决定献身于他 可是金善有这一段十分悲伤的往事 始终无法放下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海军又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呢 在期间 东尼由于海军的大慌感慨 终于现身出去 一天喝酒聚餐的时候 海军他们知道 林林的前男友明天结婚 于是他们决定去破坏男友的婚礼 可是 由于林林的调皮 大家都被请进警察局了 林林非常感谢海军 因为海军的为人正直 吸引了他 于是而金善其实一开始就一直偷偷的喜欢这海军 在发现林林和东尼都勇敢现身之后 金善也决定了 但是金善其实一直有一个悲伤的过去没法忘记 因为他的前夫 因为车祸离开了他 而海军在发现这个问题后 又会怎么处理呢 对于这部韩国电影 很多网友给出自己的评价 网友与实距禁说 偶然看到这部电影 不得不吐槽下 算一点官后感啊 不是影评 看完这部片子 不得不说 这种场景极其类似中国男人 如果撕开虚伪的面上 可直接说 就是我梦幻中的场面 没事就一银的情景 好像中日韩三国的男人们 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害羞不自信自卑 只敢偷偷远观心目中的女神 只按恋家一想 这类电影中 从来都是女神不仅漂亮 而且都是看上弱弱的 甚至有点猥亵的 男主而主动进攻 大胆示爱 你妈的 电影的男主 怎么总那么厌福不浅啊 这部电影没啥 就是描述了一个 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怎么连干三个很漂亮女孩的 男主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儿 女人 当然色心病狂 想干她们一炮了 是正常男人都会这么想吧 但编剧居然让她的梦想 一步一步都实现了 先是上学的笑话东咪 主动跟她上床 后来又是更漂亮 本人眼中的三人中 性格大大咧咧的淋漓 最后是清纯 又多愁善感的金善 也主动现身 麻蛋 为什么这种事 只发生在电影中 这让跟出租车司机 一样的现实中的穷表司们 怎么活啊 麻蛋 除了一银撸馆 还能干啥 最后吐槽下 扮演东尼的那个女演员 整容整得太过了 面部紧绷的没一点表情 我估计是想做表情 也做不出来吧 面部整得太僵了 身材凑合 但胸口那两坨也太夸张了 男主都整个身子 压上去了 还不变形 你 妈 你那是奶子还是碗啊 最后总结 一部凑合的 是和男屌丝观看的韩国软色情片 一部男屌丝心中 一银的经历和生活 网友生活陆路感慨地说 生活就像一把尖刀 逼迫我们做不想做的事 想找到自己喜欢 又喜欢自己的 就跟大海捞针一样 像这样的家务 都是男人应该做的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那还要警察干嘛 法律是不允许家属作证的 法律规定 证人至少需要二人 五分钟就算合格了 在这个世界 谁没有过一些回忆呢 就知道仗着自己大肚子 整天对我大吼大叫 不管网友给出了 什么样的评价 如果你喜欢这部幸福出租车 可以亲自去看一下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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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李宗盛 叫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